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今天咱们来说说 为什么共党篡政前 有那么多大陆精英冒着掉脑袋的危险 飞去延安那个山嘎喇里投奔老毛不可 篡政后 为什么又有那么多海外精英丢下事业 高薪回国为共党效力 直到几年后 共党几次刺出虎狼獠牙才吓到精英 分析原因 都是毛泽东和他的口炮党给精英下的一贴迷魂药 药的名字叫民主 精英们后来反悔 可是已经晚了 今天这集就说说共党制造的这贴民主大力丸的华丽包装 好 还是劳烦心光顾我们频道的看官 先分别点两下订阅和小铃铛啊 谢了 书归正本 共党当年为了夺取政权 除了抨击国民党独裁之外 最乍眼的就是他端出的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骗人谎言 比如什么三三制 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 民主大家庭加法适用中国 云云 共党的解放日报曾经整出什么理论和实践之类的若干篇文章 专门阐述 1942年3月13日发表的《政权开放才有利于党的领导》一文 称 我们一定要坚决的 毫不犹豫的实行三三制 那么 什么叫三三制啊 您接着看下去 会颠覆您对共党的政体认知 在1942年3月26日和27日刊登的《三三制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 共党高官谢绝哉援引毛泽东1939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的说辞称 在政权问题上 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 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一党专政 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 即统一战线的政权 共产党人在敌人后方消灭敌尾政权 建立抗日政权之时 应采取我党中央会制定的三三制 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 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 而使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不论何人 只要不投降不反共 均可参加政府工作 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 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有存在与活动之权 共党西北中央局制定在闪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上也表示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 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 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 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 与边区行政之管理 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 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 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 不得一意孤行 把持包办 大家听明白了哈 这是老毛1942年抗战期间讲的 白纸黑字不容抵赖 谢绝哉也论述说 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 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 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 但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 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 原因就在于 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 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 党的本身也很不利 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 其党必归于失败 各位可以联想啊 80年后的当今共党 听到这些话 如果你不提老毛老谢的名字 肯定是当场批捕 判反革命山巅罪 最少蹲监20年 还没完啊 老谢还说 历史经验告诉人民的 要人民对参加政权有兴趣 只有当权的党一次又一次的把政权公开的事实摆在人民的面前 要人民知道运用政权 也只有一次又一次的 要他在政权与民意机关中练习 如果说殉政尚有某种意义的话 那么三三治就是殉政的最好办法 1945年12月7号 《解放日报》又刊发了更反动的习文 三三治 一党专政的天敌 您听这名猛吧 文称在共党边区采取三三治的原因 是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 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 中国人口很多 共产党员占一小部分 为了要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同管理国势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政权机关里边 自己约束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 下面这句话可以直接定主编无期徒刑了啊 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 反对像国民党那样 由一个党的 少数人来包办政府 主张各党派各阶级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现在都在努力争取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 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政府还没有实现 只有解放区实行了三三制政府 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 其实他还不如就说 我们是国中之国比较恰等 毛泽东在1945年7月会见民主派人士黄延培的时候说 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 方法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正息 列位 您三官翻车了吗 老毛的大话言犹在耳 可咱每个中国人都明白啊 共党一篡权就是一党独裁 七十年过去了 哪天实行过三三制 让人民监督过政府 让人民真正当家做过主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老毛当初发狠预见的结局即将发生呢 那当然了 得不到人民拥护的共党必归于灭亡 那么 除了三三制扯下的弥天大谎之外 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共党曾经信誓旦旦发出 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的大嘴口炮呢 抗日战争进行到三年的时候 共党头头刘少奇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题为 一党专政反民主 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 这文章现在收录在共党中央文献编委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中 孝鼠先生根据共党媒体篡政之前发布的各种支持民主的言论 编撰出的《历史的先生》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一书中也有收录 还是那句话啊 白纸黑字不容抵赖 老刘在这篇奇文中写道 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 它只有在平等原则上采用完全的民主制度才能组织成功 这也是领导中国抗战和革命到最后胜利的最好的最有利的形式 没有这种政权的建立 没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大巩固和扩大 不实行民主政治 抗日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抗战三年了 本来早就应该在全国建立这种抗日民族政权以领导抗战 那样 抗战绝不只获得如今天这样的结果和成绩 可能获得比今天大千百倍的胜利与成绩 也不致引起今天抗战中的这许多困难与人民的痛苦 然而 没有这样做 这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只顾其一党专政的私利 不顾国家民族威王造成的 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 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反法律的 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 新四军对于以上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 各位看官 如果山歌前辈媒体主持人刘少奇的名字 听了这么慷慨激昂的粉民主政权 三民主义 您是不是觉得第八该出征了? 我们很担心小粉红一瞬间蜂拥举报 会把公安国安中纪委的电话打到当机 但这就是如假包换的历史文件 老刘下面说的就更反动更露骨了 这个政权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权利 如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居住营业思想的自由 任何人只要没有勾结敌寇和汉奸的行为 没有破坏与反对抗日军队的行动 没有违反政府法令的行为 不论他是属于何党何派 属于哪一阶级阶层 政府一律保护 一切党派只要抗日不反对民主 一律有合法的地位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 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 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共产党和八路军 西四军作为民主的势力 愿意为大多数人民 为老百姓服务 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 这种政权不是一党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 八路军 新四军所到之处 如果能够建立政权的话 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的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 注意啊 老刘画完大饼开始设陷阱了啊 即或因为人民的组织程度不够 而不得不委任临时的地方政府人员的话 那么只要亦有可能 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 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 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 共产党和八路军 新四军就毫无保留的还政于民 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 所谓毫无保留的还政于民 有个最黑的先决条件 只要亦有可能 大家看到了啊 七十多年过去 这个可能还是没可能 早要可能了 老刘自己也不会被老毛干掉吧 但那个时候呢 连老刘自己也没预见到将来会死于自己的口炮 所以他坚决不认为自己在骗自己 还情真意切地宣称 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 这也是包办不了的 所以共产党很愿意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公正的人士 来参加抗日民主政权 共同管理政府 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 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 估计呢 老刘的儿子刘元重温他爹的申请拽文 都会忍不住破口大骂 还有呢 1944年10月9日 延安党媒《新华日报》发表社论 《民主大家庭的家法》今天读来就更奇葩 让我们先重温这篇文章啊 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尔斯先生上日在《自由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提名 《新闻自由人权的注实》的文章 对战后世界的言论 特别是新闻自由的问题 抒发了更深一层的探讨 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 虽然他认为宣传造成了希特勒一点 还有值得讨论之余地 但是他说 当时国际间缺少一种干涉 乃至制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新闻服从于统治的事实 是值得注意申请地 拿德国的例子来说 希特勒在1933年2月间获得政权 自此以后 仅在短暂的时间之内 德国的报纸广播如果要继续经营 不但不得发表纳粹领袖不愿意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 而且还需要发表希特勒乐于让德国公众知道的消息 掩盖真相 捏造新闻 于是德国人民就被蒙在鼓里 完全不知道世界其余部分时局发展的真实消息 这是希特勒驱使德国人民走上毒武侵略的最基本的武器 而这种武器在战争和战争中的今天 也还广泛地使用在法西斯的 乃至亲法西斯的国家里面 维尔斯先生真直着见地指出 这种新闻统治和毒品贸易人口贩卖 同样的是一种有关全体人民幸福的 不可忍受的制度 因此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企图形式 这种法西斯制度的时候 正像我们不能听任一个国家用鸦片毒品 来荼毒其余各国人民幸福一样 除了用国际道德舆论谴责之外 还该有一种集体的国际机构的力量 来制止和消灭这种罪恶的滋长 他强调地指出 只有这种国际机构的具体的明文规定和实力制裁 才能保证全世界人民真真享有言论自由 才能真真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再度生长 而这种国际规定 绝不是那些怯懦的反对派所叫嚣的所谓内政干涉 正如国际机构切实调查和制止一个国家的贩卖吸食鸦片毒药 不能算是内政干涉一样 战后 国际机构经常不断地调查和阻止新闻统治 正是保障国际永久和平的最基本 最必要的事情 各位原谅啊 要不是事先被林徽教授打了预防针 山哥这会儿已经吐好几回了 好吧 要认清贼党的骗术 必须提升忍吐功力 大伙扶持着山哥 接着播完啊 威尔斯具体的建议 规定一个国家必须能以其宪法或基本大法表现其予以国民的信仰的自由 以其新闻的自由 而使此种自由成为人民不可动摇的权利 当然 单单宪法文字上的规定是不够低 国际机构要求每个政府都能以实践这种规定作为参加国际机构的条件 如果有人因某一政府剥夺了人民的各种自由而提出控诉 这样的问题应当由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庭注意而加以裁定 假如任何一个政府触犯了他加入国际机构当时所做的诺言 破坏了他应当履行的义务 那他就显然再没有资格被认为国际社会的优秀分子 并应当受到国际机构宪章可能规定的制裁与惩处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 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 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 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 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德黑兰会议庄严的宣言 我们要创造一种必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 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的和平 这是没有暴政和奴役 压迫和苦难的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的崇高的理想 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好感 而企图剥夺绝大多数人民大众之自由的分子 将会没有资格跨进民主大家庭的大门 因为在这大家庭的门上已经挂出了一条家法 剥削言论自由的发西斯分子不得入内 各位海列外华人看官 通篇读完 您是不是感到彼时的共党对捍卫新闻自由和民主无比向往啊 其实 正是共党的信誓旦旦口炮欺骗了千千万万太太善良的中国人 骗他们误信了共党谎言 听党话 跟党走 一脚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讽刺的是 人说共党要建立一党专政 当年曾被刘少奇视为恶意的造谣与污蔑 不幸却在1949年之后成为了事实 而且更专制 更独裁 更残暴 历尽七十余年纵横世界 无出其右 可怜的是 那些为他卖命夺权的人也大多数被打倒 包括刘少奇自己 而自称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的共党 在建政后的七十多年里 不断践踏人权 戕害国民 至今未休 迄今为止 至少有八千万中国人命丧其手 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 不是弥天大谎 又是什么呢? 而通过各种卑劣的手段 跨进了众多国际机构的共党 至今也没有因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得到国际机构宪章 可能规定的制裁与惩处 不过还是那句话啊 天王灰灰 疏而不漏 善恶有报 谁做谁还 共党以及死硬追随者们遭到惨烈报应 被人民清算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谢谢您点赞留言传播我们的频道啊 各位看官 咱们下集再见